實在就是SUM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上一汽車的小張 今天呢我來跟大家介紹這一台 2017年的TIDA 那如果說你有在找一台 我們的先輩小型車 那還有說在乎我們的科技感的話 其實我非常推薦這一台 iTIDA的部分 那它是17年 目前我們的公里數是跑3萬多公里 那它有一個很好的配備 就是有360度的一個環境影像的功能 那在於我們的停車方面 是非常安全又非常好方便使用 那來到我們後座的後車廂的空間 那其實我們後車廂一定有所謂的隔板的功能 那隔板我們可以放置一些小飾品 或者是說比較輕一點的東西都可以放在上面 那後座的載貨空間量其實也非常大 那TIDA呢本身是我們Nissan的車款裡面 主打的是小車裡面空間是最大的一個車款 那我們這台2017年的iTIDA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里程數呢是3萬5千2百多公里 那我們來到我們的方向盤 那左邊呢 左邊的部分呢是我們的音響快播的部分 本在於音響大小聲 換頻道啊都可以從這邊做一個切換的功能 那來到我們的右邊 它是我們一個定數 那還有一個電話接聽 電話接聽的功能 那本身iTIDA呢 像我們都有搭載所謂的胎壓 胎壓偵測 這都是原廠的一個部分 那還有我們這邊 有一個所謂的 免耀石系統iKey的功能 那來到我們的影音的部分啦 影音的部分 這個版本呢是由我們的360度的一個環景 那我可以稍微看一下 倒車給大家看 那可以看到我們這台車 它是有一個360度的一個環景鏡頭 那這也是我們最頂規 那最旗艦版以上的才有這個一個配備 那還有說中間有我們的一個很溫 雙區很溫的空調 其實呢我們打開引擎蓋 我們一定會先看到所謂的製造廠出來的鐵紙 那再來是2017年的 一定有秀一個2017年的製造廠出廠的年份 那來到我們的右邊的葉子板的部分 那我們在買賣車的話呢 其實我們都會看這些 這些葉子板的螺絲 是不能有被拆解過的一個痕跡 那引擎蓋的部分也是一樣 也不能有被做一個拆解 那來到我們的水箱架的部分也都是一樣 這就是我們的上水箱支架 那其實呢我們在買賣車 我們都有一個所謂的第三方的專業認證 那認證是 就是請認證的查定師來到我們的廠內 然後幫我們的車子 做一個全車的結構性的檢查 還有說機能鍵的部分 做一個全面性的檢查 那在對於我們消費者來講 我們買車其實會更安心 然後更放心一點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呢 這一台是2017年的IT打 那目前跑3萬公里 那我們目前售價呢是 51萬8 那如果有喜歡這一台 小車我們先備的 那空間又大的IT打呢 歡迎來找我 那喜歡我們的朋友呢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實在就是SUM